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开放一半人数进场 还有像是中职最快星期五的时候 开放两千人入场等等 但是相对于台湾 我们也来看看武汉的部分 武汉才解封不久 这个疫情又复燃 所以恐怕现在要做全市的大普筛 好 当然这时候大家还很了解一点 就是保护自己 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就是要戴上口罩对不对 好 看是这几天 我们透过这个画面 我们看到白宫的发言人 还有国家安全顾问跟资深顾问 他们戴的口罩上面 清清楚楚地印了几个字 上面写着Made in Taiwan 他们戴的都是我们台湾送的医疗口罩 真的是口罩国家 对超好的国际宣传 我们等一下要来看看 而同时我们要来了解 现在美国的参议员 他们透过法案协助 台湾重获WHA观察员的身份 同时参议员也打算提出 制裁中国的方案 要求中国让美国或是WHO 进去里面调查 要不然的话就要制裁了 好 除了这个部分之外呢 我们今天还要来讨论的一个焦点 是有关于韩国瑜的部分 现在传出说 长沙台办拨款 透过台商协会替韩国瑜汇选 而且人证物证通通都有 好 劝大家回来投韩 这个来回的机票 只收铜板架哦 好 那么红色势力 介入台湾的选举到底有多深呢 对于国民党来说 他们还是赶快切割 就没事了嘛 好 现在又刚好正直敏感的 罢韩关头 那么高雄市议员 直询的时间又被缩减 像黄杰他就说 没想到这个议员 直询的时间 像一盒巧克力一样 不到最后一刻都不知道 到底有几分钟啊 而且他也很不高兴 他就呛韩国瑜说 你跟我直球对决啊 好 同时呢 WeCare也同步的喊话 要大家星期六 绑上黄丝带出门 让满城近视民主黄丝带 希望大家能够一起展现 坚定罢韩的心声 好 那么当然呢 这几天有很多市民 都跑去索取黄丝带 已经到了供不应求的状态了 我们稍后都要好好来讨论 好 先为您介绍 今天的来宾 首先第一位是 时事评论家温朗东 朗东好 大家好 好 再来是 民进党新北市议员 何博文 博文哥好 大家好 大家好 另外是资深媒体人 王世奇 世奇好 大家好 还有两岸政策协会研究员 张宇十二 老师好 答案 另外在现场还包括了 国民党文传会副主委 黄子哲 子哲好 子哲好 各种朋友大家好 好 我们就先来看看 在国内的部分 现在既澎湖县解除了 户外戴口罩的规定之后 嘉义县长汪张良也宣布 县府的员工 还有县辖学校的师生 不用硬性规定 戴口罩上班上课了 也成为台湾第一个公部门 口罩解禁的县市 一整排机车骑士 大热天等红灯有够热 仔细看看 怎么好多人都没戴口罩 像这对双载男女 两人都没戴口罩 还有这个大哥更夸张 一手拿着食物 直接边起边吃 最近天气逐渐进入夏季 因为口罩造成闷热不适 民众越来越戴不住 花莲和台东市区 已经有不少民众 在外出时没有戴口罩 再加上国内本土新增病例 已经好一阵子没出现 疫情趋缓 澎湖首开先例 13号解除户外戴口罩的规定 不少民众好开心 一定会比较方便 就是至少说出门的时候 不用随时要戴着 走进学校里头 学生和老师乖乖戴口罩上课 嘉义也宣布 县府员工和学校师生 不再硬性规定戴口罩上班上学 成为台湾第一个公部门 口罩解禁的县市 天气又热又闷 小朋友在户外运动汗流浃背 长时间戴口罩很难受 小朋友们也觉得总算可以轻松运动 对啊 比较舒服 为什么 因为现在夏天很热 不少民众关心口罩 强制令核实松绑 花莲县府针对口罩解禁 表示会开会讨论 台东县政府则决定不跟进 出入公共场所还是得佩戴口罩 指挥中心则坦言 正在研议松绑搭乘 大众运输交通戴口罩的规定 会讨论在哪些条件下 可以不戴口罩 单身吕燕 廖国雄王浩元 徐世涵综合报道 好 所以这几天 大家都觉得心情轻松了不少 我们也给大家看看 到了昨天为止 30天本土都是加零的 所以现在国家展演馆 还有绕镜可能要小规模的开放了 中华职棒5月15要开放 让2000人入场 好 有餐盒的部分呢 他就会附上酒精棉片 另外宗教活动的部分呢 大规模绕镜还是最好不要 所以现在是小规模绕镜 同时还要启动防疫旅游 编列3亿的经费 大概5万名的旅游业者 示范彩点 还有国家级的展演馆规划 先出售一半的座位 好 目前呢 这个指挥中心正在召开记者会了 我们来看看最新的状况 好 各位记者女士先生们大家好 大家午安 那今天我们还是没有新增的病例 那累计有375人解除各例 那我还记得我们大概今天是 整个都是完全零确诊 国内外都没有的 今天是第六天 那曾经我们在 这是第三次的了 我们第一次有这样的 连续六天零确诊 大概是2月10号到2月15号 然后4月6号到5月1号 那这一次又到了我们这样的一次的关卡 那我想大家对这样的一个防疫 大家都非常的努力 我们应该有信心 那有375人解隔离 375人解隔离 那另外的在整个在印度回来的民众 那有一个有呼吸道的症状 后送就医 那其余的集中在集中检疫所持续的监测 那我们还是要同时还是要呼吁 整体在从我们开始呼吁这个 这是应该是防疫新生活 基本上还是要特别的讲 是全部的行业 没有这个行业别都是一样 我们的防疫的新生活就是要保持社交距离 那室内1.5公尺 室外1公尺 那没有办法维持这样的一个社区 这样的一个社交距离的时候 那就应该要戴口罩 那我们希望在这里面还有一些相关的隔板 这样的梅花座 都可以让我们维持一定的这样的一个安全的距离 那各类的室内的场所 室外的场所 在聚集的时候量体温 那要准备相关的一些洗手 个人清洁的这样的一个用具 那大家就要例行个人的一个健康行为 那我们也希望要能够建立实名制 确实的去执行人流管制及环境的清销 这是我们对所有的一个基本的要求 希望大家一起来做到 让我们的社区能够持续的安全 那当然以前我们有对人员做一定的管制 但是就是说能够做到刚刚这样的一个几个的方向 我们希望就是说能够达到刚刚讲的一个 个人的健康的维护的情况下 那再加上我们在的主办单位或相关的业者 能够确实的执行相关的方案 那就不受室内100人 室外500人的限制 期待大家一起来落实防疫新生活 一方面也提升我们的生活平时 那一方面也确保个人的健康的维护 那这几天还是有一些相关的争议 那有关于就是大家常提到的一个全国的酒店跟舞厅 那其实行业并不只有这两个行业 世界上全台湾需要开放 需要管理 需要大家一起来立行新生活的 到处都是 不过因为好像这个 这样的一个题目比较特殊 所以也引发了一些争议 那我再度的重申 在当初我们宣布停业 是在发展整个的一个社区非常的紧张 所以我们就要求要停业 所以我们那时候讲 自即日起 那是4月9号 酒店和舞厅全面停止营业 呼吁业者能够共体时间 配合相关的防疫措施 那所以指挥中心指示 请全国各县市政府务必配合 由金发局卫生消防警察 等共同稽查上述行业是否有遵守规定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那时候也呼吁提醒全国民众 避免涉足人潮聚集密闭空间 及亦造成群聚感染的营业场所 以降低遭到感染的风险 所以在当初停业的时候 当然是由指挥中心来宣布 那这里面在去执行的时候 变成是有一个是主动停业 那一个是被动停业 那被动停业就根据地方 地方的各个政府 有关于这个 不管是一个进发局卫生消防警察局 根据他的一个全管的单位里面 去做相关的检查 那结果情况是大家都 基本大家都非常的配合 都是来主动的停业 那在开放的时候 那基本上我们那时候的宣布 整个也包含这样的行业 那基本上他是一个有条件的开放 所以第一个个人要例行我们的相关的一些 新生活的一些致命的指标 那第二个业者或相关的主办单位 要能够有这样的管理的能力 比如在场内各方面人潮的聚集跟戴口罩 或者就是说实名制等等能够遵守这样的一个规范 其实让我们就是说在这样的情况下可以有条件的来开放 那至于在开放的同时 那地方主管单位同时要负责这样的一个监督的工作 那因为有这样相关的监督工作也尊重各地方政府 对他相关的全管 认为就是说要紧一点 那还是根据这规范就直接来做 那时候我们都予以尊重 那有些地方政府觉得说有一些可能有些疑议 或者有一些指引上面不够清楚 或者有一些个案需要进一步的讨论 那本中心也都会跟大家来做讨论 让大家可以在行政上面可以能够更方便更确实 这大概是从在把之前讲的 可能还是有一些不是那么清楚 那我今天再把它整理一下 那清楚的跟大家来说明 免得大家有太多的疑议 花了太多的时间在上面做这个讨论 那今天我们非常高兴 交通部长林佳隆林部长也来这边 给我们大家来说明一下 进来交通部全管的我们请林部长 很荣幸能够来指挥中心 来宣布一个有关于防疫医事人员 纳入防疫旅宿要点的一个措施 那大概在4月底 我有见到几位台大医院的医师 包括副院长跟主任 大家都反映在防疫第一线的医护人员 事实上是在非常大的压力 长时间的工作 那他们住的问题 其实有时候反而是他们最烦恼 因为如果常回家 也怕说有时候接触家人 是不是有一些感染的风险 那要去住旅馆 又很贵 而且不一定究竟能够找得到 所以就在我们指挥中心的协助之下 我们就是把它纳入我们观光局 对于防疫旅宿的这个实施的要点 的适用对象 那我简要来说明一下 这个措施 就是防疫医事人员住宿的折抵优惠 那办理时间 就是自今日起到6月30日 先来作为第一个阶段 未来看需要再做是否在延长 那符合资格的医事人员 经过我们卫福部的认定 有这样的需求 符合标准的 那就是每房每日 最高折抵补助金额1500元 不分平假日 而且不限使用的次数 那么就适用的对象 就是经过卫福部认定 有需求的医事人员 那只要出具这些证件 还有各医疗院所开立的文件 就可以办理 非常的简单 那可以入住哪一些旅馆 基本上我们在台湾旅室网 有公布防疫旅室 就是挺医护活动的专区 那符合资格的医事人员 可以竞洽 旅室业者来订房 那这个有些 新级的旅馆 他们也很积极 认为希望提供优惠 来服务这些 参与防疫第一线的医护人员 这包括像金华 洗来灯等等观光旅馆 就率先来响应 我们也特别感谢 那这样这个对他们的业绩 也可以稍微在这个淡季 能够有一点业绩 那最后就是旅室业者 怎么样来参与挺医护的方案 因为防疫医事人员 在全国各地 尤其是六都也都有 所以旅室业者向县市政府 来报名 经过和可 也都可以参与就是挺医护 这个防疫旅宿的这个政策 那我自己是因为在交通部 我们负责交通的运输跟观光 那很多的同仁也是在第一线 那所以也感受到医事人员 真的是一方面是生理上 必须在很长时间 甚至穿这些防护衣 私下工作 那同时呢 压力很大 其实有时候 因为接触到这一些病患 或者是接受检验的人 多少会有一种心理上的 这种压力 是不是觉得自己 有可能去接触到 这些高风险的对象 那怎么样让他们放心 抒压 是这个措施最主要的目标 也让他们的家人可以很安心 我们政府是挺医护 那医护来挺我们全民做好防疫的工作 谢谢 我们非常谢谢林部长 那也这个李素叶也来挺医护 那天礼拜天好像这个我们的大车队 也来挺医护 昨天在早上那时候我参加的时候说我们这个防疫会成功 最主要是大家都互相挺 互相挺才会成功 那今天也刚好跟大家来稍微分享一下 其实这段时间指挥中心成立这么久以来 我们实在收到了非常非常多的礼物 各样的礼物都有 那也非常的感动 那今天刚好看了一个进来 看了一篇这个小朋友寄来的一张卡片 让我也觉得非常的感动 跟大家来分享 你可以看看就是说我们台湾人 真的是最美的风景 风景就是人 那他这封信呢 他是这样写的 那也很好玩的 他也给我们了 两个非常可爱的铺满 这是两个小朋友 他写的是说辛苦的 但讲我的名字 辛苦的阿忠部长 其实是代表对我们整个 大家方议的一个团队的一个感谢 您好 那是我是某某姐姐和某某妹妹 那每天都会在新闻上看到 你们播出最新的疫情内容 让大家不要太紧张 觉得很感动 那谢谢您一直为了我们大家辛苦的努力 好现在我们看到是指挥中心 今天下午最新的记者会 那么刚刚呢 是陈时中正在念一个小朋友 写给他的一封信 那么他也特别强调说 台湾最美的风景就是人 好我们看到博文哥 今天是第31天本土零确诊了 所以很多人想说 是不是现在真的可以开始振兴经济 振兴观光了 我想刚刚听到这个陈部长 这样的一个记者会 觉得好温暖 然后觉得很安心 那事实上台湾确实 我们已经经过两个 所谓的防疫的这个观察期 就是14天又14天 我们今天其实已经31天 没有所谓的本土的病例 我们希望这个数字可以继续增加 那增加越多 表示我们的这个防疫做得很好 本土的这个群聚感染的爆发性 会越来越低 那事实上 其实很多的学者专家 都已经告诉我们说 台湾目前 其实只要我们从这个境外进入的 能够做好 不管是集中检疫隔离 或居家检疫隔离 把它确实做好 台湾目前真的是一个非常安全的状态 但是我们还是要保持这个好的一个 所谓的社交的一个新的礼仪 这是新的一个防疫的新生活 就是我们室内室外的社交距离保持 然后我们戴口罩 那重点是我们看到台湾 好像一片祥和 那接下来大家关心的就是 我们接下来的这个所谓的纾困跟振兴 要怎么做 那我事实上觉得就是说 这几天包括我们前两天 我们的这个母亲节 大家已经感受到餐厅开始活络起来了 对啊 好多人 这个路上开始逛街人潮出来了 可是让我更感动的是 虽然这个餐厅街上的人潮很多 可是大家都还是切记 都有戴个口罩 然后勤洗手 这样的一个卫生习惯都还保持住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 我们有很多人就讲说 那我们接下来国内的旅游 是不是可以慢慢的这个振兴起来 包括加龙部长刚刚有特别提到这个部分 那也有人讲说 那除了国内之外 那国外的部分怎么办呢 我前几天还有看到一个学者 他有特别提到就是说 我们如果未来针对国外的部分 因为国外坦白讲 现在还是一片哀鸿 我先提供两个数字给大家看 台湾现在感觉很温暖 很安全 可是全球确诊病例 总共累积433万例 光是一天的时间 昨天到今天已经新增加 8万5千多例 所以其实除了台湾安全之外 全世界各国很严重 美国今天已经高达 140万的确诊病例 那他光是昨天跟今天 确诊增加 2万2千2百多个病例 所以大家不要以为说台湾安全 那其他地方还是非常的乱 这样也很难出去外国观光 所以说如果真的非要出去外国 有人就会提说 那是不是我们针对像纽西兰 这个是民主的国家 而且他的这个阳光充足地方开阔 然后他又是资讯透明的地方 是不是能够適度的开放 不过我是觉得这个部分 我想还是摆在稍后一点 我们先从国内 大家现在是一个安全的地方 我们如何振兴我们的国内旅游 振兴我们的国内的经济 提升我们的内需这个部分 我觉得我们可以慢慢的 启动这样的一个经济的枢纽 让民众可以感受到我们防疫成功之后 带来的好处跟全世界各国 目前还在一片哀鸿片也是不一样的 一步一步来了 当然现在很多的这个民众会觉得说 我觉得好像很久没有出去玩 那我们刚刚也看到了林佳龙部长 他也这个今天在记者会当中 然后他也在之前也宣布说 防疫旅游安心旅游就是接下来要做的 因为防疫跟经济这个纾困 乍看在之前疫情比较严重的时候 好像是互相冲突 因为防疫要紧缩 但是经济的这个本质是要开放 但是当台湾的疫情趋缓的时候 就有个聪明的做法 就是交通部林佳龙部长所端出来的 叫做防疫旅游 做得好的话 再来做安心旅游 我先说什么叫做防疫旅游好了 因为我们现阶段对观光业者 有些纾困的做法 趁着你在杜小月的时候 我帮你做产业的转型跟升级 把我们的这些领队跟导游 去上一些课程 充实你的本职学能 将来接待国际观光课的时候 你拥有更好的条件跟口才跟知识 但什么叫防疫旅游 现阶段因应防疫的政策 做了好多的模拟 准备现阶段开放观光的时候 先进行小规模的 比如说25个人 但是这些导游跟领队都了解 在活络台湾的国旅之余 什么样的方式 是不会带来太多的这种 染疫的风险 我一方面做防疫的知识 同时也维持社交距离 然后先进行小额美精致的 纾困内需的 或是台湾内部的这种国旅 这个东西推广的好之后 他们也有更好的经验了 为下一步刚才博议员所说的 当有些国家或者是说像纽西兰跟澳洲 他们两个国家觉得我们都没问题了 这两个国家旅游就互开了 如果我们这个部分自己都做得很好 比如说亚洲国家像越南 或是能有哪一国家好的话 我们也可以跟越南互相开放 等那个时候 有许多的观光客进来的时候 我们有更好的条件 去做更多的安心旅游或是行销台湾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先沉浅了 然后导游领队们现在就是好好的 加强自己的实力 对不对 那么刚刚其实伯恩哥也再次告诉大家说 不管怎么样 我们现在是不是很安心了 我们还是要戴上口罩 我们要勤洗手 讲到口罩我们就来看看 国家口罩队打入白宫 川普下令说要戴口罩 结果现在官员脸上都是MIT 这当中包括了像是白宫发言人 国家安全顾问 资深顾问Kushner 也就是川普他的女婿 他们戴着口罩上面 你们仔细看 他上面印什么 Made in Taiwan的字样 对不对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国家口罩队 现在已经打入白宫队 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宣传 川普一声令下 白宫官员都戴上了口罩 这个画面真的是非常振奋人心 因为上每一个都印着Made in Taiwan 台湾之光是这首展现的 那有些人可能会想 口罩好像不是像高科技半导体 一样这么高科技的 美国他应该也会做 那为什么他们要戴台湾的口罩 其实重点是在于说 这证明了台湾政府的判断 做得不错 因为保照这件事情 这样的一个产品 它并不是说别的国家做不出来 它是没有办法在短时间之内 大量生产 那为什么台湾可以短时间之内 大量生产 因为我们预测到了中国隐匿疫情 我们也预测到了口罩在防疫的重要性 我们的判断做对了 所以这个判断做对 才使得世界各地缺口罩的时候 台湾人从一开始说 你OK我先你很快速的 不管医务员每个人 到现在大家要去买口罩 去药局都不太需要排队 这个就是政府的判断做得好 而且展露在整个美国那边 大家全世界也都看得到 但是从日子同时有个非常重要的新闻 就是武汉这个事情 因为其实刚刚大家提到说 最近疫情好像有稍微松绑 好像大家希望经济能够复苏 甚至有一些庆中的媒体 跟庆中的人士 在鼓吹说两岸的韩帆 韩帆比较在受限 要增加更多的一些 中国的商务人士 跟台湾之间台商的往来 但是你会发现一个有趣的事情是什么 武汉制作它是什么事情 它在这个大概上一月八号的时候 四月八号的时候解封 结果在这两三天前 九号十号的时候 发生六起的本土案例在武汉 然后在十一号的时候 紧急发布通知说 对全武汉包括外来人口 一千一百万人都要做普筛 一千一百万人很多 这个事情疑点重重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从疫情爆发以来 到四月二十九号 武汉总共做了一百零三万 结果他现在预测说 我在十天之内 我就要做一千一百万 那有奇怪 如果说普筛这件事情 是这么重要的话 为什么他之前疫情大爆发 武汉封城的时候 他不普筛 他现在要普筛 第一个疑点 第二个疑点是什么 只有六个案例 他官方公布是六个案例 你为了六个案例去塞一千一百万人 这个合理吗 所以你在看他这个数字 就知道说这证明了 武汉他这个解封之后 他还是在失控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 可能不止六个 可能是六万个 这是七万个 所以说要 不管你根本没有动机去花费 你知道他花费多少钱 八十四亿台币以上 就做普筛 第三个问题是说 那你做普筛之后 中国的世纪 有口接杯 就是说悲剧的杯 就是他测试出来之后 结果是不是正确的不知道 所以这不是说武汉目前的疫情 绝对不是新增六个那么简单 包含中国各省 中国各地都一样的问题 那目前台湾对港澳去解封 这可以考虑 因为港澳虽然说他们一步一步的 就丧失了一国两制 但至少在疫情的防范上面 数据相对来比较中国来的严谨跟准确 那所以必须要说 为什么我们每天去看这疫情指挥中心 大家会觉得安心 因为疫情指挥中心 它会回答任何一个严肃的问题 正面回答问题 接受检讨各界的意见 甚至大家严肃问题问完 就可以问轻松的意见 可是中国的疫情是隐匿的 中国的数据是不可以相信的 所以最后你看 美国它现在看起来 表面上是世界上最严重的 总共一百三十几万力确诊 然后有八万多人死亡 那中国呢 中国只有八万力确诊 死亡人数只有四千多人 大家可以相信这个数据吗 所以我们在对世界各地解封的过程当中 对中国的戒心是不能够解除的 好 那时琪你觉得呢 像现在武汉说他们全市整个大普筛嘛 那刚刚也讲到说 十天之内要检测千万名的居民 只为了说有六个确诊病例 你觉得这有可能吗 他们从头到尾 其实全世界都不是很相信 中国释出的数字啦 那今天除了武汉的 这样子的这个情况之外 吉林也再度的疯了嘛 也就是说看起来 中国内部的情况 是一波接着第二波 再来是不是有第三波 但那个状况严重到什么程度 其实外人真的很难了解那个实情 只是说在台湾到目前为止 我们已经连续三十天都是零本土确诊的 这样子的成绩单 其实最重要的是第一步 我们戴口罩 那口罩这件事情现在变成 美国白宫这些人规定要戴口罩 然后他们戴上去的是MIT 那所以台湾的口罩国家队 的确在全世界都发光 那口罩能够从当初我们一天 一百八十八万片 到现在一天一千八百万片 你知道今天晚上八点钟 沈荣经经纪部长 跟工具机业者的理事长 要在AIT的脸书直播 告诉全世界说 我们台湾的口罩国家队 是如何办到的 那它也是我们防疫最重要 而且是第一步 最能够保护自己 保护别人的那个关键 那所以我觉得 我们透过了这样小小的 薄薄的一片口罩 然后的确这个扬名全世界 这的确是一个台湾之光 台湾之机 那也因此我们 从口罩国家队 然后接下来不断的进化改善 然后我们的防疫措施 到现在为止 我们竟然要开始逐步解封 譬如说陈时中 他作为一个指挥官 他当然知道说 解封这种事情 就是易放难收 然后也很担心说 其他国家的例子告诉我们 其实危机仍然是存在的 别人还会有第二波 第三波等等的 不断的在反复发生 那所以对台湾来说 当然我们在前面防疫 做这么好 所以我们在解封这件事情 也必须要跟其他人不一样 我们仍然要维持 那个模范声的状态 所以我们的逐步解封 是采取安全解封 中央要定出那个 那个防疫新生活的标准 譬如说我听陈时中讲说 譬如说两厅院 国家音乐厅这些 因为它有位置 它卖票 你是可以在当中设计的 譬如说卖135 然后第二排就卖246 让大家能够有适当的距离 然后从古典音乐开始 就比较没有那么激情的 在那边可以大喊的那种 就慢慢慢慢一步一步 来到越来越开放 可以尽情大喊 然后户外的等等的 就是说我们是采取一个 用科学的方式 在面对解封这件事情 那我也很期待说 当台湾的安全解封 能够正式开始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正式进入到 一个振兴经济的阶段 好所以稍后回来呢 我们要来看到 当然现在大家会 对于这个防疫的工作 觉得说我们心情就是呢 稍微放轻松 但不能够松懈 那这个部分是降温了 但我们稍后回来要来看看 有关于霸寒的行动 现在是越来越升温 甚至高市议会 现在呢 怎么会这样子 国民党团自费武功吗 直询的时间又缩水了 我们休息一下稍后回来 好回到节目现场 我们今天还有一位来宾 是美妆品牌的执行长 邱家喻 家喻好 你好你好各位好 是为什么请到家喻来现场 主要是因为他也是前韩粉 我们要听听他的一些心声 好那我们就先来看看 但今天呢 一个最新消息 说高雄市议会 5月18、19号要召开定期大会嘛 结果传出说 党团联合质询的时间 从30分钟缩减到10分钟之外呢 议员个人的质询 也从15分钟 只剩下10分钟了 所以绿营方面就骂说 这实在是太可耻了 国民党方面说 这是为了让66位议员 都有机会可以质询到市长 我们带来看看 在议会里面 没有个人质询是非常荒唐的事情 5月4号高雄市议会召开临时会 实力市议员黄杰 因为超过质询的10分钟时间 立刻被副议长陆淑媒挡下来 质询时间好珍贵 好不容易桥定 5月18、19号要开定期大会 但是高雄市长的市政报告和质询时间 又再次被限缩 从15分钟缩水成10分钟 议员脸书通批 党团联合质询时间 从30分钟砍为10分钟 议员个人质询 从15分钟砍为10分钟 只有10分钟 连问题都还没问完 时间就到了 然后跟黄杰一样的悲剧就来了 自费武功的高雄市议会 质询时间越来越短 真是超级可耻 民众留言 不肯质询就是心中有鬼 让大家更坚定罢韩 真的让人非常的怀疑 也非常的愤怒 希望国民党团 不要再扯韩市长的后腿 请来议会 把完整的质询时间还给议员 就是一个奥国 你不但会让人民看清 你是个不适任的市长以外 你还会加强 所有的市民在6月6号 出来罢免你的决心 绿民大汉实力议员 痛批国民党为了呼喊 韩国瑜太夸张 但国民党议员黄绍廷出面澄清 这是党团共识 这是基于让66位议员 都能够质询到韩国瑜市长 黄绍廷认为限缩10分钟 是希望每个议员都能够有机会 直询到韩国瑜 令员表示限缩执询时间 只会坚定市民的罢韩意愿 三地信用许世廷黄嘉平 高中报道 现在我们要来看到 在我们的画面的右手边 现在出现的就是实力的 高中市议员黄杰 议员好 哈喽大家好 那议员今天就讲说 韩国瑜是不是不敢跟你这个直球对决吗 那刚刚我们也听到黄绍廷 他的讲法就是说 因为这样子啊 大家才都可以直询到市长啊 你怎么看这样的一个情况 其实我觉得这听起来 就是在诡辩的一种谬论啊 他们为了护航韩市长 什么都讲得出来 因为其实历届以来 都是个人15分钟 党团30分钟 有需要为了要直询到市长 然后大家就会因此直询不到吗 这绝对是一个假 就是错误的假设 即便我们党团一样有30分钟 每个客人一样有15分钟 我们还是可以时间排到说 让每一位议员都可以直询到市长啊 因为这样零零总总加起来 就是少了将近三分之二的时间嘛 那代表说国民党团 就是只是为了担心说市长 会多说多错 所以再就取再一次的 来压缩我们议员的时间 那至于他说在程序委员会里面 已经有共识 那不好意思 我们还有很多议员 并没有在程序委员会里面 很多议员都没有同意说 程序委员会可以这样子 随意的我们阉割议员的发言时间 所以请他不要再用以天概全 或者是说觉得说他们几个人 就可以决定所有议员的权利 毕竟每一位议员背后都代表非常大的民意 每个人都是一票一票选出来的 为什么他们说他们不要质询 我们要跟着不质询呢 我们难道我们代表的民意 就要就此没有办法在议会发生吗 那再来说到说市长他 既然他想要高调的来拼防疫 低调的来反罢免 那为什么到目前为止都是完全相反的 他既然希望高调的来谈我们的市政 就应该在议会多留一点时间 才是这里是他发挥的舞台 或者是说抢救他的空间 为什么国民党才为了护航他 反而让他在议会里面 没有办法施展他的施政的成绩呢 这样到底是在帮助市长 还是在扯韩市长的后腿 我是非常怀疑 如果我是高雄市民 我觉得很奇怪 因为市长 这个时候就是一个 让他可以好好的展现出 他得做了哪些政绩的时候 而且韩国瑜不是口才便及吗 所以好议员你觉得 他是怕多说多错 所以搞小动作 是啊 因为其实从上一次的临时会 就看得出来 国民党团比市长本人都还担心 包括说上一次他给我三分钟 市长已经站起来要答询了 反而是主席叫他不要答 叫他说你书面回复就好 那到现在书面回复的结果 也没有给我啊 代表说你现场没有问到市长 之后就什么都没有了 所以当然会希望说 市长在现场 即便一分钟也好 尽快的让市民有一个答案 那每件事情都是如此的迫切 为什么不要在议会里面打数呢 看起来多民党团 真的非常的担心 很担心说韩市长只要多说错一个字 他就会让自己再继续的激烈的增加 这个罢免的声量 但是我觉得韩市长其实应该是要正面出来 直求对决 市民才是会觉得反而是有机会要原谅他的 好黄英文你等一等 好我们看看呢 为什么让大家觉得说 这实在是让大家觉得看不下去 因为是小动作一样嘛 为什么黄杰会呛说 请市长跟我直求对决 因为呢你看看这个5月18、19号 第三次的定期大会 原本党团质询是30分钟变10分钟 个人15分钟变成了10分钟了 好所以这样子一个情况 让大家都完全没有办法接受嘛 好朗东现在在现场 那议员现在朗东也有一些疑问要请教您 黄议员我想请问 因为韩国一直说要防疫不要对立嘛 可是韩粉霸凌的问题 其实是越来越严重 包括说今天李莱希 他针对贵党的婉婉育委员 做出了非常恶毒的人身攻击 那其实你本人也是呢 在韩粉霸凌底下的受害者 有多次被韩粉恐吓的这样的经验 那你怎么看最近因为 像一个政治局势 所以说韩粉越来越激烈的这样的状况呢 其实我觉得韩粉 其实不止这一次的动作 那我先讲今天这个李莱希的事件 其实大家看到会觉得说李莱希这种 就是为了韩粉为了要互主 然后几乎是讲出明面人性的这样的言论 我真的是看了非常的痛心 那包括说刚刚其实婉玉 第一时间听到她甚至是哽咽的 她觉得怎么可以拿她的伤痛 别人如此生命重大的伤痛拿出来开玩笑 甚至是用这样恶意的嘲讽在政治上的作为呢 我觉得看了当然是非常的生气 那除了这样子 像李莱希这样激烈的韩粉 反而会制造更多对立的一个气氛之外 其实在高雄也有很多 包括说还市场最近的每一次的行程 旁边几乎都有韩粉的直播主跟着她 然后想要为她的来护航 然后包括说最近的这个400面公车看板的事情 大家也发现说背后的这个金组不单纯 其实也就是韩粉 所以其实大家都会知道说 现在韩粉想要炒热这个对立 那我相信这个对立对于国民党来说 其实是非常反而非常担心的 他们担心说韩粉越出来 那我们越多的市民出来这样子炒热气氛之后 其实是会拉高投票率 而且我相信罢免的结果 反而是让顺大部分的高雄人的 以那天的结果反而是越来越乐观 越来越有可能过的 所以再次也奉劝 这些想要支持韩市长 你们希望出来反罢免 那你们就是乖乖的照我们法律的程序 你们可以出来投票 没有人会阻挡你 但是你不应该用这种激烈的言论 甚至是泯灭人性的言论 来影响到就是做人身攻击 这是非常过分的事情 小动作跟这个恶毒的言语 来 石器也在现场 石器 来 黄姐我想请问你 就是说在你近距离的观察 究竟韩市府团队 对于即将要面对的罢免的投票 他们到底步调是采取冷战 还是要热战 他们有没有一个一致的决策模式出来了 这个其实这几天非常多人在讨论 因为的确他们内部就是分成两派 其实就连国民党到底当时 我们国民党团议会 到底定期会什么时候要召开 他们就讨论了很久 因为其实有一部分的议员 是希望市长可以出来正面回应的 他们希望说定期会 就是如期的召开 那市长也一一的来质询 只要他乖乖的这样子 好好把市政报告念好 这样其实就不会有问题了 但是有一派认为说 不对这样子太低调了 市长不应该就是用这种低调的方式 反而会让我们得逞 让这些市民得逞 然后反而是后来有几次激烈的动作 包括说教育局干涉投票所 包括民政局发公文 甚至警察局使用设委法 说要来把这些罢韩的街头活动 来用设委法来办理这些等等的举动 其实都是这些比较鹰派的人想要做的 那其实现在内部的确看得出来 包括昨天祝祝姐也出来要帮市长生源 叫大家出来投不同意票 然后包括说今天李莱希甚至讲出了这样人身攻击的言论 所以看得出来他们到底想要走什么样的策略 那到底哪一个策略比较有效 至今还没有一个答案 那在我们市民眼中的看法 当然非常明确 你越是制造对立 你越是要用这种激烈的手法 我们就越会站出来 越会6月6号 大家一起把这张票投下去 好 谢谢议员 好 所以呢 刚刚议员讲得很清楚 就是说你要制造对立 越有这么多的小动作的话 反而霸函的行动 它就更容易成功 我们休息一下稍后来 好 现在是怕韩国瑜讲错话吗 我们看到这个质询的时间又要缩水 所以我们刚刚也看到了 这个高温市议员黄杰 他就说现在是怎么样一个情况 是在驻韩还是驻霸函 为什么市长不跟他直求对决呢 我们刚刚也给大家看到 就是现在他们个人质询的时间 从原本15分钟缩减到10分钟 那到底可以问什么呢 好 看看前朝 前朝党团质询30分钟 个人质询15分钟 登记就可以发言 市长给问道宝 最晚晚上9点多结束 好 今天在我们现场的 有一位是前韩粉 嘉宇 你看到这样的情况 你怎么看 我认为我们的议员 其实就是代表我们的市民的心声 那我们既然投票 把这些选票投给了这些议员 就是希望能 他能够代表我们这些市民 上去这个议会 质询我们的市长 然后我们也希望能够看到 这个市长在高雄市做了些什么 那既然他今天把这些 质询的时间缩短成10分钟 让议员没办法完整的质询 这样子对我们来说 其实我们根本不晓得 这个市长到底做了些什么 那如果他竟然 如他口中说 他做了很多事情 做得这么好 那为什么又害怕 这些议员的质询呢 那我们会希望 实在会希望说市长能够再把这个议会的质询时间 回归到正常的时间 能够完整的让市民们都知道您做了什么事情 好所以以市民来讲的话 他们也希望把名义能够传给市长知道吗 所以你看看刚刚嘉玉就讲说 到底市长有多怕被质询 好子哲你怎么讲 这个部分大家觉得很奇怪 不当然第一个 这个是属于议会自主的部分 当然我也认为 自然韩市长都已经到市议会 那就应该接受议员的这个质询跟备询 我觉得这个是应该的 也是作为一个市长的职责 那至于就是说现在议会 至于为什么缩短时间 我想这个议会秘书长也出来说明了 主要是两个原因 一个原因就是说 这个就是说让每一个议员都可以质询的到 那事实上今天我还特别问了 那个黄绍婷议员 我就说那按照旧制 就是说原本时间比较长的状况下 是不是有些议员会质询不到 他说对的确过去 如果按照旧制的话 的确过去有议员会因此而质询不到 所以这一次这个 他的用意大概是要让所有的议员 虽然收短时间 可是每一个人都有机会问到市长 那所以应该这样 第二个如果民进党党团反对 我特别问了 在程序委员会上 民进党党团事实上是没有意见的 没有发出意义的 所以说某种程度他们也同意 所以说这我就觉得奇怪了 如果他们党团同意 那为什么事后他又要出来反对 所以这个统化 这个民进党党团要说清楚 另外我刚刚讲到议会自主 可能黄铁可能也还记得 就是说过去在高雄市议会的咨询时间 施政报告这议员的咨询时间缩短 过去议长康议成民进党了 他过去也曾经缩短过嘛 是不是 议员对于子哲的说法你同意吗 我必须讲 因为其实他讲的包括说 民进党团为什么在程序委员会上同意 那康议成之前在缩短时间 那刚好这两个我都没有参与到 第一个是因为我是行程上的议员啦 所以我没有参与到之前议会的运作 再来是我们也没有在程序委员会里面 就时代力量并没有参与程序委员会讨论的权利 所以其实你俩的这件事我也很想知道啦 只是说 那我们一起问民进党 目前的确就是 在议会里面遇到这样的事情 那你一直说议会自主 议会自主 不好意思 从韩市长上任以后 议会从来没有自主过 都是在想着什么时候 可以帮韩市长护航 什么时候韩市长才不会需要在议会 接受在野党的直选 这个应该是国民党团 跟市长应该来说明的啦 好所以是不是应该要这个部分要说明啊 让人家觉得说你这个没有办法解释嘛 来指责 简单讲一下我们要进广告 高雄市议会秘书长已经说明过了嘛 主要就是因为要让所有的议员 有时间有机会可以咨询到这个市长嘛 那我说真的过去之前那个议会开会的时候 也曾经这个也吵了很久 我说实在话就好像在立法院 现在是民进党过半数 在就是说过在这个立法院 因为他们过半数 所以在议事的处理上 会不会有一些优势 最后五秒 议员最后五秒 你可以接受吗 你可以接受吗 议员 当然不行啊 我觉得就是如果真的是议会自主 我就请还给议员每个人15分钟 稍后来 好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台商从大陆回台湾 机票50块钱 铜板有找 那也加后康 好 我们看到这其实就是 大陆这边的台办帮韩国瑜会选 那么现在周刊也爆出了有密件 根本就是有人证跟物证 通通都有了一个可怕的风暴 好 我们也稍后回来 我们要了解这到底发生什么事情